哎 儿子 哎呀 你来干什么来了 我来 泡城里干嘛呀 这不是要过年了吗 我给你搜烤吃的了 你看 有年豆包 猪肉 还有酸菜 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呀 哎呀 我不要 我想吃 咱这买什么没有啊 这都是咱们自己家的 跟你小时候吃的是一样的呀 你能买得到吗 哎呀 你快回去吧 这要让我女朋友看着多丢人呢 快走吧 快走吧 那这些东西你得拿回去啊 是啊 这是 哦 我呀 是小薛家邻居 小薛的爸 让我给他送年豆包来了 啊 对 是邻居 年豆包 哎呀 我最爱吃你们都没有年豆包了 太谢谢你了 大爷 哎 去啊 我手机把停了 你帮我去拿一下 哎 好 来吧 邻居 帮我进上楼吧 哦 好 哎呦 哎呀 是我让他进来的 这个老人他太可怜了 你说他养个猫啊狗啊 小鸡小鸭子不懂得敢的你就算了 他心心鼓舞养了二十年的儿子 竟然是个伴儿郎 说他是隶居 媳妇你都知道了 可是我爸是农村人呢 我怕你嫌弃 农村人怎么了 农村人不非让你喊一声爸爸吗 当爸爸说是你家隶居的时候 你内心舒服吗 百善孝文贤 一个人就算有天大的成就 不懂得感恩孝敬自己的父母 就不是人 还说爸是邻居 邻居有千里迢迢上架八成 那种不算好吃的吗 当我去提袋子的时候 发现它竟然那么重 我都提不动 当时我心都碎了 爸送来的是一份父爱 今天真正的约到父爱如山 爸扛的是一座山 世上只有我父亲做得到 那两次 旭啊 我们快要结婚了 我不希望你让我觉得看错人了 对不起媳妇我错了 爸 你这是哪儿快起来 爸 你家人先在这儿住吧 过几天放假 我跟小旭回趟老家 把妈妈也接过来 咱们一起 挂答你啊 说句两句话 好儿子呀 不如有个好媳妇